蔡英文今天14日上午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时表示 中国大陆这阵子对台湾在外交上的打击 还有频繁的军事动作 都显示他们在单方面改变和平稳定的现状 也让区域的紧张情势升高 蔡英文指出 面对这样的挑战 她要感谢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国际场合上对台湾的支持 尤其当中国大陆压迫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时 美方能仗义直言 让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的支持 蔡英文强调 台美双方交流会持续深化 一定会为彼此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 台美之间会以更坚持的互线合作 一起来面对区域的挑战 台外交部也表示 新管的落成 象征台美关系历久迷心的深厚友谊 即将迈向更紧密友好的新时代 这充分展现美国依据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坚定不移的承诺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表示 美方意识到台湾面临的状况非常特殊 而且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美国也再次承诺 会一起和台湾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起帮助台湾维护治理的和平与稳定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外交部已向美方提出了严正教舍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 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